我只听说过3A大制作游戏 但现在又冒出来了个4A是啥意思啊 比3A更屌的游戏吗 今天好是要给各位同学讲的游戏 就是前段时间刚刚上线的4A游戏 死亡空间的精神续作 木卫4协议 话说2320年 人类的活动空间早已遍布太阳系 男主角雅各布和他的好基友麦克斯 就是做星际运输工作的 最近他们接了一单大活 是从木卫4卡里斯托行 往木卫2欧罗8行运送几批药品 不过雅各布和麦克斯都心知肚明 他们送的药品货箱里其实有夹层 他们送的根本不是什么药品 而是一种伪禁品 不过甲方爸爸给他俩的运输费非常高 所以他俩就装作不知情 往木卫2送了几批货 前面几次啥事都没有发生 直到他们要送最后一批货的时候 出事了 游戏这个时候才开始 前面的内容是我根据后面的内容反推出来的 有记者报道称 木卫2遭到了一个名叫外道的恐怖组织的袭击 导致这颗星球上的人类殖民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看到这则新闻的雅各布和麦克斯貌似都意识到了什么 这会不会不是外道干的 而是我们运的货导致的 麦克斯摆弄着打火机陷入了沉默 雅各布劝他说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 运完这最后一批货我们就发财了 你就有彩礼钱可以回去取小红了 木卫2上发生的事那就是外道干的 跟咱们没半毛钱的关系 突然麦克斯发现货舱有人入侵 雅各布连忙前往货舱检查 一看竟然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外道恐怖组织的人 他们跑到我们的船上是要干嘛呀 紧接着外道的人就发现了雅各布 雅各布连忙跑回驾驶舱并关闭了舱门 然后他打开飞船外面的大门 那飞船外面就是太空吗 这大门一打开 飞船内的空气就会往太空逃逸 这个吸力非常巨大 雅各布是想利用此法 把外道恐怖分子们都抛入太空 然后这个女的一看 哎呀你竟然对我们这么狠毒 于是他一枪打烂了驾驶舱的玻璃门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无奈这艘货运飞船只得紧急迫降在木卫寺上 然后飞船就坠毁了 好机友麦克斯也死了 但是男主角雅各布却没事 这时木卫寺上的法里斯上尉带着俩安保机器人 快速抵达现场 切开了飞船救出了雅各布 没想到那个摧毁了我们飞船的娘们也活着 于是他就被逮捕了 木卫寺上面建造的是一座大型监狱 名叫黑钢监狱 正好可以把这个娘们扔在这里 但法里斯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 要求把雅各布也拘捕起来 雅各布一脸蒙圈 我就是一个送货的快递员 抓我干啥呀 在押运车上雅各布一直对法里斯解释说 冤枉呀 是那个女人带人袭击了我们呀 我是受害者呀 你们抓错人了呀 法里斯也不给咱解释为啥抓咱 然后监狱长的全息投影现身出来 说了一段官话 算是给咱们打了个照片 黑钢监狱 还有木卫二上的人类殖民地等等 这些官方的地盘都隶属于UJC公司 说是公司 大家其实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政府 UJC管着木星范围内的一切 而外道恐怖组织就是对抗UJC的组织 这个女恐怖分子名叫达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她的脸膜是谁 随后雅各布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 就成为了罪犯 马医生给人后脖梗上 直接打了个铁片 这玩意儿还挺高科技的 有通信功能以及显示血量的功能 并且还能储存记忆 死亡空间里 人们背后不都有个竖条吗 以此来显示血量值 而本作的血量值是个小横条 显示在脖梗处 雅各布就这样被扔进了监狱 但他一觉醒来 还没有开始体验监狱生活 监狱就发生了大暴乱 雅各布一推牢门 嘿 牢门竟然都没上锁 看来黑钢监狱是出大事了 只见外头一片狼藉 警报声不觉于耳 雅各布想趁机越狱 刚走没两步看见一个狱友 他叫住雅各布 嘿 伙计 帮个忙呗 听着 我在这座监狱待了半辈子了 对这里表如指掌 我可以带你逃出去 但问题是 你得帮我先把这个门给打开 离这儿不远处有个控制室 那里就能帮我打开牢门 雅各布最表示同意 那人最递给他一把小刀 并爆出自己的名号老姨 雅各布来到控制室 一开门突然遭到了罪犯的袭击 但是雅各布之前也不知道失从何处 他有牛叉的格斗技巧和灵敏的反应力 近战无敌 三两下就搞定了俩罪犯 但这时一个怪物当着雅各布的面 把一个罪犯的头给拽掉 我天 这劲儿也太大了吧 都快赶上那个能手撕鬼子的家伙了 紧接着面目猙獰的怪物 便向雅各布扑了过来 然后雅各布凭借着超强的近战能力 把这只怪物给揍死了 刚玩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说这还要啥枪啊 近战都能杀怪了 结果被我一语成衬 本作游戏就是主要靠近战打伤害的 枪械反而成了辅助武器 看来监狱之所以发生暴乱 是因为这里有人变异成了怪物呗 最后雅各布给老一打开了牢门 但他出去跟人会合时 又被一道铁栅栏门给拦住了 雅各布激动的说 刚才你不知道我们碰见怪物了 老一说 孩儿是个好孩儿就是被关傻了 你冷静点 我们在那边的港楼会合 你快点啊 雅各布一路垂怪前进 走着走着 耳听着老一发来语音通话 他激动的说 卧槽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 雅各布 我不见怪物了 雅各布说 孩儿是个好孩儿就是被关傻了 你冷静点 我们在那边的港楼会合 你快点啊 雅各布在经过武器室的时候 所有远程武器都被扫荡一空 只有一个死狱警还抓着一根电棒 雅各布最把铁锤换成了电棒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整个流程中最主要的武器了 雅各布是我见过的 所有能杀怪物的游戏中最穷的主角 随后他又来到了法里斯的指挥部 雅各布本想井水不犯河水偷偷溜过去得了 然而法里斯却发现了他 法里斯用念力控制装置 层的一下就把雅各布给抓了过来 这玩意儿就是个隔空抓物的装置 在死亡空间里是不能抓活物的 但是在本作中连活物都能抓了 法里斯妄图把雅各布摔死 雅各布赶紧打开门放怪物进来 而他自己则站在门后 怪物没搭理他冲着法里斯就冲了过去 然后怪和法里斯一起从指挥部摔了出去 经过一番跋涉 雅各布终于跟老一见面了 他倒是给咱找了把小手枪 但这个玩意儿的装弹量和威力都非常低 还得是靠咱们的大棒子 老一说他认识一个囚犯 原先是个黑客 这个黑客能帮我们搞到一艘飞船 而雅各布又会开船 这样大家就能离开这颗星球了 不过那个黑客 现在还被关在最高看管等级的监狱里 需要雅各布去营救一下 雅各布只好再次上路 途中又从死人身上舔到了一个念力装置 由于他可以抓活物 那咱们就可以直接用他把怪物扔进深渊 或者扔到陷阱机关上 好用归好用 但问题是不够持久 用不了两下就空了 要么等他慢慢恢复 要么吃电池 而这款游戏的背包非常小 能装的东西特别少 所以还是得尽量省着点来 雅各布来到关押黑客的房间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了牢门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达尼 然后达尼反把雅各布给关了进去 这时老一跑过来问 怎么啦 雅各布恶狠狠的说 你说的黑客就是他呀 老一说对呀 只有他能帮我们 达尼说 我凭啥帮你们呀 老一说 因为我们只有团结 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呀 我知道你能黑来一辆飞船 但是请问你会开飞船吗 达尼不想搭理雅各布 就先走人了 不是 我想请问一下 都24世纪了 星际旅行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 还有年轻人不会开飞船吗 就算不会开 那人工智能也应该特别高级了吧 开飞船还用自己动手吗 黑能黑来却黑不走 这是何道理 紧接着这座牢房 就被监狱系统封闭起来 转移走了 雅各布又得一路杀怪 想办法与老一会合 经历重重战斗 他终于在监狱外面与老一会合了 老一让他在这个站点里 找身盔甲穿上 可他刚穿上盔甲 法里斯突然出现 看上去他已经被感染了 法里斯隔着玻璃 打开了站点的大门 紧接着站点内的空气 全被吸了出去 雅各布和老一也被空气卷飞了出去 这里虽然不是在太空里 但由于木卫4的表面大气非常稀薄 跟真空没太大区别 所以就跟在太空里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bug 就是当雅各布的飞船坠毁之后 机器人切开了飞船 那那个时候 为啥飞船驾驶舱里的空气 没有被吸出去呢 而且最神奇的是 雅各布竟然还能在这种环境下 正常说话和呼吸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人类改造了木卫4 使木卫4拥有了跟地球相似的大气环境 可现在这么一看明显不是呀 雅各布被卷到外头之后 由于没戴好面罩 差点把自己憋死 那之前为啥没这种情况啊 雅各布连忙戴好面罩 才让呼吸变得正常 只可惜老姨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被卷飞的太远 甩洗了 这时达尼开着雪地车赶到现场 他二话不说就用刀弯掉了老姨搏梗上的铁片 因为这东西能记录下佩戴者的经历 而老姨对这里非常熟悉 所以达尼需要他的记忆 但是达尼不允许雅各布上车 雅各布说你真的不需要会开飞船的人吗 达尼说需要啊 但是我不想跟你同乘一辆车 机库在那边 你自己走过去 嘿 臭娘们儿 你都不怕我死吧 闹上 这儿多危险 你又不是不知道 无奈 雅各布只好一路杀怪 然后在一个车库内再次见到了达尼 他对达尼说 我们俩都不喜欢对方 但老姨说的是对的 我们需要对方 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那我们就不得不合作 达尼想了想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们就合作吧 说吧 达尼把一把喷子送给了雅各布 不过大家不用开心的太早 我前面已经说了 本作游戏的战斗系统主要突出的是进战 枪的作用明显是被削弱了 随后俩人一起驱车前往机库 在路上 他们经过了雅各布坠毁的飞船 达尼表示要去查查雅各布送的货到底是什么 雅各布说 我送的就是普通的药品啊 达尼说扯淡 你蒙谁呢你 你的船到过木威二 后来木威二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你的船坠毁到了木威四 后来木威四也变成了人间地狱 你别告诉我 你认为这都是巧合啊 发现就是你这艘船运的货 所以之前我们才会上到你的船上去检查 雅各布只好打开货箱上达尼看了看 而这里面果然只是药品 雅各布说 看吧 我发誓木威二变成那个熊样 跟我没半毛钱的关系 此话一出 雅各布浑身打了个机灵 因为他看到了麦克斯的亡魂 哼让你撒谎 这个箱子里有没有夹层你不知道吗 这要是在有大气层的星球上 闪电都开始劈你了 达尼一脸蒙圈 这说不通啊 如果不是你送的货 那还会是谁呢 雅各布问 你到底想找什么呀 达尼说 UJC的生化武器 就是那个生化武器 把木威二的殖民地给摧毁了 现在他又摧毁了木威四的黑钢监狱 接下来俩人来到机库 达尼把飞船黑了过来 可紧接着 狱长的全息投影突然出现 他远程操作着一座炮台 缓缓升了起来 狱长说 抱歉 我不能让你俩离开 更不能让协议遭到破坏 所以就请你们俩葬身此处吧 说完 大炮一炮就把飞船给轰了下来 大船砸毁了机库 雅各布和达尼掉到了 深深的地底下 已荒废了的人类聚居地 很早之前 人类刚殖民到木威四星球上时 先造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这个地方叫阿卡斯 后来阿卡斯被摧毁了 UJC就在阿卡斯的遗址上面 建造了黑钢监狱 达尼说 我们必须穿过阿卡斯殖民地 才能回到黑钢监狱 雅各布说 回去那儿干啥呀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达尼说 我们必须去寻找答案 刚才御长说的协议 到底是啥意思 他为什么宁愿把自己的飞船给轰了 也不让我们离开 难道你都不想知道吗 要是我 我估计会说不想知道 但雅各布却被说服了 于是两人开始一起穿越阿卡斯 途中 达尼从一个死人脑中下载了记忆 这才发现阿卡斯被摧毁的真正原因 原来75年前 这里就发生过一起 惨绝人寰的瘟疫 感染病毒的人们 变异成了怪物 就跟后来木卫2和黑缸监狱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UJC为了控制住疫情蔓延 竟然放火烧掉了阿卡斯 并杀掉了这里的所有人 继续往前走 我们又看见了马医生的全息投影 不过这只是多年前的录像 他向领导们介绍他的发现 这段有点难懂 我给大家捋顺了讲 75年前 矿工们在木卫4上进行开采的时候 发现了一头巨大的外星生物遗骸 科研小组得此消息后 最赶到现场 发现虽然这个外星生物已经死了 可他是个孕妇 他体内怀了很多幼虫 幼虫是活着的 而这些幼虫体内又含有一种病毒 就是这种病毒会把人变成失去理智 且极具攻击性的怪物 后来这个病毒就在阿卡斯蔓延开来 人们纷纷变成了怪物 不过有一个感染者 他的体魄虽然跟怪物一样强健 但却没有失去理智 大家将其命名为零号选手 只可惜科研人员还没来得及对他做研究 他就被UJC的安保部队给杀了 因为士兵接到的命令是杀掉这里的所有人 那马医生和一些科研人员就感到非常惋惜 于是他就向一帮财大其粗 有钱有势的领导们讲述了这件事 这些高层人士一听就心动了 于是便拨款在阿卡斯之上建立了黑缸监狱 他们明面上打着监狱的旗号 实则是在偷偷搞实验 想要再造出一个零号选手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雅各布打开了旁边的一个箱子 这就是自己运输的那种箱子 然后他又打开了夹层 原来自己运送到木卫二的东西就是幼虫 木卫二变成人间地狱 还真跟自己脱不了干系 雅各布刚想自责一下 没想到阴魂不散的法里斯又出现了 不是大哥您是真执着呀 竟然追到了这里 您是终结者吗 这个法里斯不就是感染了病毒之后 还带有脑子的人吗 那他不就是第二个零号吗 这时一只大幼虫呼到了达尼的脸上 感觉就跟疫情似的 雅各布赶紧把大幼虫扯了下来 但为时已晚 达尼还是被感染了 二人甩掉法里斯后 达尼想举枪自尽 他万万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只怪物 雅各布阻止了他 他握着他的手说 一定有办法的 你坚持住千万不要轻声啊 然后达尼的中文配音很淡定的说了句 好的 不是这个语气也太伪合了吧 就是虽然现在中文配音的游戏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 CV配的音跟现场情况不匹配 随后俩人被机器人保安给打晕 带回了监狱 这倒是省了不少自己的脚力 就是疼了点 关键是机器人竟然连雅各布身上的武器都没有没收 雅各布失落的坐在地上 这可咋弄啊 达尼还危在旦夕呢 这时马医生发来语音 来找我呀 达尼也在我这呢 我帮你开门 你快来实验室与我会合 于是雅各布一路小跑跑去见马医生 马医生给达尼注射了一支剂 使他能多扛一会儿 雅各布问要怎样才能治好他 马医生拿了一个注射剂给雅各布 这是他合成出来的某种物质 而这种物质要跟零号的血液混合 才能成为解毒剂 在这个实验室里就有呢 第一个零号的尸体 但问题是这货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血液早已被抽干了 好在我们知道第二个零号选手是谁 就是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我们去抽他一管血 现在我们得先去找狱长 因为只有狱长知道法里斯在哪 然后雅各布便来到了狱长办公室 只见狱长正在跟三个戴面具的神秘人讲话 他们就是狱长背后的势力组织 也就是那群有钱有权的领导们 之前虽然狱长背后的势力和那个马医生 都想再造出一个零号 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但是大家的想法是 咱就偷偷摸摸的做实验 背着UJC慢慢的搞出来零号就行了 可是狱长觉得这样的实验得做到猴年马月 几十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于是激进的狱长就想向穆威二人类殖民地投毒 毕竟当年阿卡斯之所以能诞生出来一个零号 就是因为感染人数多 只有让病毒肆意蔓延 才能快速培育出来一个零号 可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狱长也知道他背后的组织 就是这些神秘人都不会支持他 于是他就找上了送快递的雅各布和麦克斯 打着送医疗品的旗号 偷偷向穆威二转运幼虫 也就是说狱长就是雅各布的金主爸爸 但是威二殖民地里的人们被病毒感染了之后 没有诞生出零号选手 狱长一咬牙干脆把自己的地盘也献祭了吧 然后他又放出病毒在黑缸监狱里蔓延开来 这次运气倒是挺好的 牺牲了那么多人 总算成功的培育出来了一个零号选手 但是狱长的行为也被他背后的势力集团和马医生发现了 于是马医生后来才会跟狱长分道扬镳 反而选择来帮我们 当雅各布见到狱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狱长正在跟他背后的势力集团吵架 由此可见他的做法是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的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想要搞出一个零号选手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进化 现在人类的肉身太脆弱了 在真空环境中根本无法存活 长时间在太空中遨游身体也吃不消 这个局限性就把人类给锁死在太阳系里面了 如果人类想要征服星辰大海 那必须让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不怕辐射 不怕真空 随便折腾都不会死 如果能吃透零号的身体原理 那就能让所有人都感染病毒 强身健体 并且还能保持理智 多好 到时候人类拿下整个银河系 至日可待 从这层面看 狱长还是一个拥有着伟大理想报复的人 他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只不过用的方法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谓的协议就是利用外力 想办法让人类达到进化目的的协议 狱长说完就把法里斯给叫了过来 想让他干掉雅各布 然后雅各布就干掉了他 并且还从他身上抽了一管血 这就是解毒剂了 狱长走过来说 你手中的解毒剂 我想要 你给我吧 那边有个逃生仓 我送给你 你可以走了 喂 不是吧 狱长大人 这么大一坨零号搁这放着 你干嘛纠结这一小管啊 你完全可以抽上一大桶吗 无非就是在跟马医生商量商量 让人家再多弄点底料出来 这一混合不都成解毒剂了吗 这时达尼冲了出来 他恨透了狱长 拔枪便射向狱长 因为他的妹妹原先就住在木威二上的人类殖民地 狱长害死了他的妹妹 可惜这个狱长也只不过是个全息投影 不过为啥这个全息投影投的这么真呢 雅各布二话不说 就把解毒剂注射给了达尼 因为反正你就是个全息投影 现在我已经知道逃生仓在哪了 我就算不给你解毒剂 强行开走逃生仓 你拿什么来阻止我 监狱长一看这情况 生气的启动了监狱的自爆程序 他说反正我已经采集够零号的信息了 协议已经可以往下一个阶段推进了 你们就死这儿了 雅各布和达尼连忙冲向逃生仓 结果却发现这玩意儿只能乘坐一个人 雅各布果断把生还的机会让给了达尼 如果要是我的话 都这个节骨眼上了 我选择集集 并且雅各布这个转变也太大了吧 三小时之前你俩还是死对头呢 就算这会儿成为了战友 但也不至于让出自己的性命吧 达尼乘坐逃生仓离开了黑钢监狱 而雅各布则留下来等死 这时马医生突然再次找上雅各布 对啊 这儿还有个人没走呢 马医生动用权限 停止了黑钢监狱的自爆程序 他想让雅各布去找他 两个人配合着逃出去 游戏至此戛然而止 这款游戏我只能说营销噱头做的挺足的 但玩下来也就那么回事 就这游戏品质都不要说4A了 距离3A还差一大截呢 剧情交代的半半拉拉的全是坑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大问题游戏没给解释清楚 那就是狱长 你把雅各布给抓起来干什么 有他没他对你来说有啥区别吗 还有雅各布和达尼想逃走的时候 狱长为什么不让他俩逃走 说是因为他俩会破坏协议 但为什么他俩逃走会破坏协议呢 在那个时间点 两位主角可以说对协议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俩人就是完全边缘化的人物 能影响到点啥呀 在我看来这个狱长就是在不停的为难俩主角 但却一点动机都没有 就这破游戏看也没看畅快 玩也没玩爽快 结论 垃圾不建议购买 下课 怎么办 和时间 Pitts 每acks 我 我 这 有